今天上午市政府召开城市畅通工程推进会里面提到 今年要完成96个交通拥堵点的治理 目前已经完成了62处的治理 这里佛山大道蓝石入口就是其中的一处 今年8月中旬这里进行了 封闭中央隔离带等一期优化措施 改造以后整个入口高峰时期的滤芯显著提升 目前这个入口的第二期改造措施正在实施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人行天桥降幕已经在建设当中 预计将于2022年的春节前完工头路使用 届时这个入口的红绿灯将取消 整个入口的通行效率将进一步提升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越境路 大家可以看到这条路现在已经是患难一新 之前的交通运输部门对越境路进行了整体体制改造 令越境路颜值大幅提升 不要采取了增设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专用道 在道路两侧安装白色的安全护栏 保障骑行安全 目前自行车及电动自行车专用道已建设里程138.2公里 包括魏国路、岭南大道、天地路、灯湖东路、贵州大道等电动自行车流量大的路段 市民齐行的安全秩序更有保障 可能正在现场的维图艺术中小说 两个人的安全护栏 都想宣伤了 那么多得不要这样 我们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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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见